你敢想吗 现代社会还有人叫嚣自己是皇帝 这个每天拉拉踏踏 形同乞丐 多次因在街头乱涂乱话而进取证 却可以让皇家居为他写歌 大道院王晶以他为题材拍戏 一向毒舌的香港媒体 都不约而同地在他逝世时 以九龙皇帝驾风为标题 向他献上敬意 他就是人称九龙皇帝的曾造才 曾造才一直处于香港社会底层 生活潦草不良于行 更不幸的是 三十岁时住了半辈子的家被强拆 他跑回乡下仔细研究族谱 才知道九龙曾是自己祖先的封地 而他是第三十五世继承者 发现了这个闲鱼翻身的机会 他开始提着笔墨走上街头 要宣告主权 墙上 灯柱上 变点箱上 都能看到很多大小不一 但乱中有序的文字 这些都是曾造才的杰作 其实曾造才只接受过两年教育 文化程度也不高 认识的字也不多 却正因如此 他做到了毕加索最想做的事 就是一生像孩子一样画画 他的书法 涂鸦 字史之中 都透露着天真的气质 及强烈的个人特色 他本身也无意让人视为艺术品 曾经见他写一次捉一次的官方 后来都主动将他的作品 加以保护起来 曾经备受诟病的 不被理解的涂鸦 不仅进入了艺术殿堂 被博物馆馆藏 还以高于 起拍金额五倍的价格 还卖了出去 历史上 有很多艺术家 都有异于常人的偏执 热情和坚持 才名垂千古 天才与疯子 只是一线之隔 九龙皇帝曾造才 因为一生只做一件事 在街头 近半个世界的书写 让他的涂鸦被看见 被赏识 成为香港艺术界最独特 最受争议的存在 成名后的他 仍是靠着政府中原过活 当媒体会有人登门拜访时 他只要求他们带点饭菜 或者是墨水毛笔 对他来说 书写已经和吃饭睡觉一样 是只要一息尚存 就会去做的事情 把整个城市当作自己的画布 一人一城 五十年 一千一百七十公升略至墨水 不管他是疯子还是天才 不可否认的是 他是香港可依不可在的九龙皇帝 虽肉身已死 只要有人记得 他的传奇 仍会继续